還蠻多的 所以今天法官 我們還沒有辦法說乘上去 那我們會再劇狀來承報 給法官整理好之後 謝謝大家 你上有說都是黃慧文在建議跟協助你的 這部分有被說是像是切割一樣 你怎麼看 沒有 我在法院上面開庭的時候 我都說我非常的感謝他 在我一開始從科技業轉換跑道 對於立法院的行政書 人事財務都不熟悉的時候 是黃慧文主任就他過去在立法院 李俊一委員的辦公室的經驗 來給予我許多指導跟協助 這部分我都是感謝的 對 所以我想不管是這一次的幾位助理 黃慧文 陳玉凱 陳煥宇 黃玉文 我心中都是感謝的 謝謝大家 謝謝 好 目前我們看到整個庭訊室 已經暫時告一段落 那麼高鴻安也從法庭部出 接受媒體的訪問 點頭示意已不發異語 上個月十二號高鴻安被資側會提告 論文涉嫌抄襲 親自出庭 市長會擔心你想選擎嗎 市長會被查資料嗎 這個月四號高鴻安再度現身法院 被筆名翁達瑞的旅美作家反告無告 市長今天會認證 這回頭髮都沒有綁 還自己抱著證物 高鴻安一個月內第三度以被告身份出庭 模樣比起前兩次略嫌憔悴 高鴻安官司纏身 這回北院分主重訴案來審理 法界表示依照慣例 就是為了加快審理速度 北院從九月二十五號展開密集審理 半個月連開三次庭 雖然一度傳出要趕在一個月內審理完畢 但法界經驗來看 可能有難度 由於高鴻安如果一審判有罪就會停職 法界認為不排除律師可能以攻防策略 來拖延訴訟時程 一審結果出爐時間是否將牽動明年一月大選 各界高度關注 各界高度關注 在一陣子中 二十五號展開密集審理 二十五號展開密集審理